很高興大家能夠來修這門課程 這門課程希望能夠真的 能夠讓大家這學期 至少學到幾個比較重要的內容 大概有這幾項 課程簡介 原則上主要還是以 以SEL裡面的一些相關功能為主 好處就是說它比較視覺化 比較容易學習 所以在學習這個課程之前 我大概會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 以SEL的函數到底有幾個 那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因為主要原因 如果你對以SEL的函數不熟悉 你不要說你會用以SEL 因為SEL裡面最重要就是函數 OK 那到底函數有多少個 那什麼叫函數 簡單講起來 函數就是解決問題 已經幫你預先寫好的功能 就功能 那這些功能到底有多少個 我發現好像大部分同學都選這個不清楚 OK 好啦 那好 非常少數同學才對 不過沒關係 我只是知道一下 大家對於這個軟體的認識 OK 如果你假設不認識也沒關係啦 把它慢慢來 那我覺得這是有素養 素養是需要時間的 不是說你馬上學馬上就會 那你比較有興趣的部分在哪個範圍 那當然你可以挑自己喜歡的 不過最基本的就是函數 然後跟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就是如果它裡面沒有的 你自己可以把它創出來 那其他的話就是視覺化的一些相關 比如說你可以把一些資料大量輸掉 你比較快速的把它變視覺化 你一看就知道說 比如說那個股票漲跌啦 那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那個 像K線圖漲跌 那圖形化的話好處就是一目了然 那你的程度啦還有你的等等 那其他還有就期中期末 那其他就是你為什麼選這門課 然後我大概想知道一下大家的學習動機 因為你有學習動機我再來針對這些部分 做教學我覺得會比較能夠 讓大家能夠得到你要的東西 來看一下 目前做達有48位同學 那結果的話我們再看一下 第一個 答案的話跟各位講啦 大概250幾個啦 所以250到300 那為什麼設這麼大的區間 因為新的版本 其實會多加一些方選 多加一些函數 那這些函數的話本來它沒有這個功能 它後面的版本就會增加進來 比如說像那個查詢 VLAN函數 有些資料如果不是在第一欄 沒辦法 VLAN只能查第一欄 那如果你要查其他欄的話 後面的版本就會 比如Xlookup 它就可以查別的欄 但問題只有新的版本 像2019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有新功能 你要買新版本 你要更新版本 要給錢就對了 另外的話 ECL跟Python 就是Python 免費 沒有 自由軟體 基本上是免費的 但是ECL的話 是屬於付費軟體 要給錢的 OK 但你說 使用者付費這道理 大家都有啦 那如果免費 意思是說 自助餐 你什麼都要自己來 所以學習Python 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很多軟體 你可能要設定 下載那些 相關的套件 都要自己來 但是ECL通通幫你 Service 就是有點像你去餐廳 有服務員 幫你弄好好的 所以好處就是說 它相對的比較簡易 而且你自己很多地方 不用動手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OK 那你說哪一個好 哪一個不好 其實啦 沒有什麼所謂好 如果你口袋 荷包沒錢嘛 那你還要 對不對 你就是吃個自助餐就好了 但是你 假設你剛好領薪水 我現在想要享受一下 當然你就是吃大餐嘛 對不對 你還自助餐 你感覺就有點是虧待了自己 對不對 所以沒有絕對的 那像台灣90%以上 都是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沒有那麼多人力去維護 所以有的時候 你自由軟體 反而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自由軟體 很多東西要自己來 但你要怎麼辦 誰幫你來 那如果你不懂的 人家更慘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台灣Excel 還是非常熱門 因為中小企業 好處就是說 我買一個軟體回來 我其他不管了 反正大家都會用 對不對 但是如果自由軟體 免費的 你還要再另外找一個資訊人員 要不找一個資訊 你還要找一個懂的人 不懂 如果不懂 懂的人那個 那個剛好請假 完蛋了 這個罷工了 所以之前其實 台灣也曾以前 因為很多縣市 每年都要 給那個微軟公司 很多的授權費用 那很多的縣政府 市政府都想要 我剛才找一個免費的 像Libra Office Open Office 不用錢 這樣問題來了 免費的 像Office有很多免費的 但問題用了之後 然後發現一個問題 問題更大 因為大家都不會用 怎麼辦 所以最後還是花錢了事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對錯問題 OK 那有沒有可能哪一天 以色列有消失 其實有可能 我一直想以色列的錢 一定會有一天會沒有人用 但目前看起來好像還好 你像Google試算表也很厲害 對 很多人說 我用Google試算表 但問題還是有一些功能 就是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不管 反正現在用試算表 那基本上試算表 大概功能都差不多 那其他的話 你比較想要學什麼 那分同學就選第一個 這個 然後其他就視覺化 這個也是我們的重點 就是說可以把一些數據 快速的做統計分析 然後把它畫成圖表 OK 畫成圖表 視覺化它就對了 也就圖像化 大家看圖比較 像現在得到的結果 也是圖像化的結果 實際上就是類似 就類似像 樞紐分析 像以色列裡面有樞紐分析表 它其實就可以把資料匯進去 然後直接就可以馬上轉換成圖形 OK 然後其他還有像爬蟲 就爬網路資料 其實這也是以色列有一個 很重要的功能 也就是很多資料現在來源 都是來自網路 那如果以前 假如你不懂得爬蟲的話 變成你要Ctrl-C Ctrl-V Ctrl-C Ctrl-V有沒有 如果你頁面假設100頁 你就每天100頁吧 有沒有 如果你股票資料又更新 你每天要Ctrl-C Ctrl-V OK 那不累死嗎 如果資料有1000頁 那你每天都是 可是如果你要爬蟲的話 自動就OK了 執行程式資料全部下載下來了 OK 那其他的話呢 如果假設你跟從台比的話 你的程度 OK 所以我也沒有抱太大的期待了 所以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是選這個入門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到我那個雲端上面 可以去加一下論壇 自己回去先看一下影片吧 OK 這樣會比較省事 你也不用擔心 OK 因為我覺得 這種素養不是一天兩天 可以慢慢培養 但是這種素養不能培養 可以 反正你有空看一下嘛 會就會不會就不會嘛 就跟你學搭捷運嘛 對不對 有人教你嗎 沒有你看人家會 對不對 人家怎麼搭 逼一下過去了 你就知道要買悠悠卡了嘛 對不對 還有搭高鐵 你沒搭過 對不對 你說老師我沒 沒關係 你看人家你怎麼買票吧 當然買票方式很多種啦 你甚至信用卡 直接網路上買可以啊 對不對 你甚至還可以用QR Code嘛 手機也可以嘛 對不對 反正這種東西都一樣 工具就工具 從其讓你學會的 就是成為一個很厲害的工具人 就是這樣而已 你不會變成一個 很有感情有溫度的人 OK 如果你要變有感情有溫度 千萬不要學這個 學這個就變成沒有感情 沒有溫度有沒有 你會發現 奇怪這個人 什麼什麼冷冰冰的 因為他工具學太多了 因為他比較不太讀小說啦 比較不讀文學 不欣賞藝術對不對 也不聽音樂 這種人 當然你就覺得 好像少了什麼有沒有 有些人就感覺 就感覺這個人好溫暖喔 對不對 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不同的素養 OK 程式不同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課其實就是 從其讓就是一個工具啦 那你學得再好 其實你就是一個很厲害的工具人 OK 就是不是人 OK 他很像人 但他就不是人 OK 那像AI 他也可以模仿像人 但他就不是人 你會發現他回答內容 就是千篇一律 就是滿足你的答案 他幫你挑出一個 可能你覺得最好的 但是他就是不太會跟你開玩笑 也不會幽默 這當然沒辦法 OK 好 那你有沒有為將來就業做準備 所以大班同學都是有 已經開始充實 大班還有考研究所 OK 不急的 OK 不急的還滿多 可能有些同學是大一吧 OK 其中考大班同學是想要腳報告比較多 其次是上級測驗 然後分組報告 那期末的話呢 就是也是上級測驗的比較 腳腳報告還是比較多 這可能會試狀況 不過理論上以往的經驗當然還是佼佼化 我會給各位一些方向 但是不會很死板的 反正會給一個方向 主要當然還是利用這個工具 做出視覺化結果 越視覺化越好 反正你把這個工具用到淋漓盡致 是最好的 至於你怎麼用 我覺得我不太會給你太多的框架 但是希望你多花一點時間 去好好學習 很多東西其實網路上都有 真的 你Google YouTube上一堆影片 YouTube上面我放的影片也非常多 我至少放了兩萬個以上的上課教學影片 因為我從大概2016年開始 就開始把我上課全程錄下來 放在YouTube 所以累積 沒有一次沒有 只要有一次上課沒錄影 我都覺得沒像在上課 所以每一次都有錄影 所以你在YouTube上面其實也可以找到 我十幾年前的影片 你也可以看一下 老師你十幾年前跟現在差別還蠻大的 你變老了 那不是 那再來的話呢 為什麼上修任門課 有同學是要分析股票 好厲害 OK 其實我有試耶 你用ChartGPT 你跟他講說 幫我寫一個 什麼 不要太複雜 下載台灣股市的Excel VBA程式 他真的寫出來了耶 嚇死我了 但後來我把它Run一下 有BUG OK 結論是有BUG 可以Run 很像一回事 但是 Run不出來 他程式好像從網路上抓的吧 我不知道哪邊抓的 OK 所以 但是可不可以修改 可以 他已經幫你把架構寫好了 只是說 你還是要懂 所以我懂 我可以看 我自己改 他框架有了 我把它BUG的地方解掉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學習的話 我覺得 至少你要看懂 然後至少會懂得 把那個BUG錯誤的地方解掉的話 那其實你蠻厲害的了 夠了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不用去背那些東西 我覺得 所以我課程裡面會有很多是 就是我把我的經驗直接告訴你 因為我認識Ecel也超過30年了 我跟他其實像老朋友一樣 OK 所以我比各位多一點 就是我認識他的時間 比各位還更久一點 所以我直接可以告訴你 OK 當然我不敢保證說 我全部都知道 但是大部分我大概應該 你想得到了我應該都知道了 OK 其實我還蠻喜歡學習的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沒有學新東西 而且像那個Tri-GPT 你不想學都不行 因為連網紅 連旅遊相關的網紅也在Tri-GPT 我想說跟你有什麼關係 他還Tri-GPT 後來發現Tri-GPT給的答案好像OK 不好吃 OK 所以其實給的答案 不見得是最好的 但是是也給答案的 OK 所以其實AI能夠改變什麼 其實我覺得應該未來幾年內 應該改變滿大 但你也不要說對他抱有太大的期待 因為他畢竟是人寫出來的 OK 所以他塞了很多的資訊給他 他有點像 應該是這麼講 應該是很 有點像一個很乖的學生 反正老師講什麼 他就把他背起來 背起來 背起來 他得到一個最後的答案就對了 但是他不像一個壞學生 他沒有什麼創意 他也不太會做一些不乖的行為 反正乖乖的 你覺得乖乖的學也沒有不好 但是太無聊了 OK 生活裡面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需要 偶爾就是跟 怎麼講 release一下 你不一定說什麼事都要那麼緊繃 OK 好 那跨 這個跨域部分的話其實就是說 其實你不管是哪一個科系 說真的 你已經在這個潮流之下 你如果不跟著學習 那你就沒有那一道橋 你跨不過去 因為就好像說你要到任何工作 現在好像任何工作都一定要一個橋 那個橋其實就是程式設計的能力 應該算是一個素養 也就是說 你說老師 那這個素養 我不會怎麼辦 其實我還是可以跟人家溝通啊 但問題是 人家講的那個話你就聽不太懂 你說 你好像聽懂 但是你就是 其他人家怎麼keyword一大堆 你怎麼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好像每個字都串在一起都知道 但問題就是有些地方 你好像是懂非懂 還有就燒不到養醋啦 就是人家要的奇怪你怎麼就給不了 因為你就是沒那個素養 所以我覺得啦 這種素養也沒辦法說一招一戲養成的 就是你需要一個時間吧 所以這一段時間我是希望說 可以盡量培養大家有這樣的素養 那要怎麼做啦 我覺得還是從做中學啦 就是我會給你們一些問題 你可以去想想看去解決 但我不一定說你一定要照我的方式 你說老師我可以用沒關係 但你可以跟我討論沒關係 我蠻喜歡有不同意見的同學 OK 好那大概是這樣啦 那這個是我們的問卷結果 其實我不意外啦 但看起來好像大部分同學 其實程度好像都落在比較清楚的蠻多 答對的好像只有多少 8%欸 4個 那其他程度好像都落在比較是 這個基礎的部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針對這個課程 做一些相關說明 然後裡面的話 基本上 剛剛有做完問 另外的話就是下載檔案部分 在這裡 那這個網址的話 其實你們等一下 請各位先幫我 做幾件事情吧 你就是 第一個的話 我們上課用到的範例檔案 全 看一下我畫面 我用這個啦 這個不然你們看不到 也有了 這個網址的話 你把它 就把它輸入上去 那裡面比較重要的 大概說明一下 第一個範例檔 也就是我們上課用到這個範例檔 請你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範例檔你把它下載幾 要壓縮檔 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上課所有的 一些上課用的檔案都在這裡 包含就是說 總共有分成六類吧 第一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所以待會第一個 比如說我之後請你把它打開 那我是建議 你乾脆先把它解壓縮吧 解壓縮就直接把它拉出來就可以 這個好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第一個 然後呢 把它解出來之後 解壓縮之後你把它打開 打開的話你會發現 解壓縮之後之後打開 然後我先把我的畫 因為它這個廣播我看一下 我現在還不太熟悉它 它好像沒辦法說 要哪一個就哪一個 看一下是不是 你們把它解壓縮 然後待會兒的話呢 我們就再來看 就是第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的 文字與資料函數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話就是說 就是說在我們的 教學論壇裡面的話 就是會有前兩年的上課錄影 那前兩年的話 因為週是18週啦 今天好像就開始16週了 所以這課程裡面 相對會比較豐富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擔心說你後面的課程 假如會怕跟不太上的話 那切記請各位第一個 先登錄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務必讓我知道說呢 你的學號跟姓名 因為我這個論壇是不公開的 也就是說我只有開放給 我們上課的同學加進來 等於外部的學習者 我就沒有提供比較完整的 YouTube上面就是比較片段片段的 所以很多人看到片段之後 就是也是一種行銷方式 他就想要看完整的 就會跑來上課了 因為我的群眾呢 我的上課的同學不是只有大學生 很多其實是企業跟社會人士 還有上班族 所以我也還滿清楚 現在職場上面 目前需求在哪裡 這些課程設計其實主要還是 針對企業用的 所以真的可以將來你們畢業之後 馬上可以銜接的 也就是你畢業之後到職場上 馬上知道原來大家都是要這些東西 OK 而不會說 到了職場 怎麼你都不會啊 你要該要 會的其實 反而先學嘛 OK 所以 至少啦我覺得 如果你未來想要找到一個 相對比較好的工作的話 你要先知道說 到底現在企業 最需要哪些技能 因為現在最大落差 學用落差 學習跟用好像會有一個落差啦 所以建議各位可以先想想看 尤其如果將來有企業學習的 企業實習的機會 我覺得還滿推薦的 你先去知道說 到底現在企業要哪些東西 你再先準備好 你應該畢業之後 馬上就不愁不缺工作了 OK 好 試一下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剛好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有關課程的說明